過去香港呢 幾十年 因為一直都經濟起飛嘛 當然有很多銀子 周圍都是花綠的 地產炒高了 然後股票又升 很多時間 香港人就賺了很多很多錢 結果 有一批人一看到你 喂 你那麼容易賺到錢 我又不會賺錢 我又怎麼樣 我就打劫你搶你啦 那批就是香港的 黑社會 這一批黑社會 有很多事跡留在香港這個歷史裏面 其中一位 很出名的 賊王張子強 今天要說一下他 張子強 大家都很 有記憶 這位特別的人物 但是有很多細節 你有沒有留意到呢 很有趣的 張子強在廣西 是玉林市人來的 廣西 曾經有很多人來香港 有犯法 大家都會聽過這些事 因為廣西相對來說 整個中國是比較窮的地方 那麼 四歲的時候 他爸爸就偷渡 就來了香港 那麼 他四歲的時候 就跟家人一起來了香港 那麼 當然爸爸不是四歲呢 他那時候是四歲 然後來到這個油麻地的廟街 他爸爸就開了一間糧茶店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對中藥有些知識的 可能是上一代的留下來給他 你知道 油麻地的地方 真是三角九樓 接著是廟街 是不是呀 於是 如果你不喜歡讀書的話 你又窮 成鬼是不是就跟街童打架 搞呀搞呀 他都沒有心向學 爸爸看到這樣 算了 算了 扔了去一個 那些財榜店做學徒 打算是你學到一技之長好 但是這個張子強 又變有興趣去做這些事情 於是 他就經常顧著 跟街童搞來搞去 最後當然入了黑社會 十幾歲就開始犯事了 經常進入進出這個警察局 16歲已經開始第一次坐牢了 經常被人拘捕 都說在警察局裡面他的快腦那麼厚呀 到了1990年 通常你 做這些案的人 就搞呀搞呀 吃單大茶飯 這樣才可以賺到錢 終於 有一次他劫了一個保安公司 40箱 2500隻 Rodex 3000萬 當然幾折地賣出去 於是就找了人生的第一次 哇 大錢呀 看到原來 劫這個介款車 或者這些保安的車 有 有機會發達呀 去到1991年 不是很久 大約也是半年時間左右 又再來了 那麼他就 在這個啟德機場附近就駭劫了一輛的 維安保衛公司 的 那些介款車 哇這輛車真厲害 劫了一些美金和港幣加起來 1.7億元 1億7千萬 很誇張呀 那麼當警察來到這個現場的時候 其實 他們那時候已經整班人 已經駕駛了一輛介款車 上了去弘安島 然後 走一走去麗晶花園 轉個圈先 看看沒有人跟蹤 繼續去這個 大老山隧道的天橋邊 那時候已經有一輛 來接應的車子 那麼 警察 就要去查一下 究竟 什麼人那麼大膽 這樣去劫啊 有一次就發現了有一個女人 拿著 41 1萬的現金 傳入銀行 誰知道原來那些銀行的 即是職員發現了 現鈔 跟被劫的錢有個記號 即是那些號碼 是相同的 警察就發現了 這個女人有問題 再查一下 原來這個羅嚴芳的女人 她就是 負責這個在機場押運 那些鈔票的維安護衛公司 運輸部其中的職員 哎呀 拉上關係了 就知道 這個女人會不會是整個團伙的其中一個 負責人 再查一下 啊 原來這個羅嚴芳的女士 她就有個老公 叫做張子強 這個張子強 大家警告一下 當然啦 鬼那麼厚啦 這個快老 於是這兩夫妻就成為了嫌疑人物 被警察抓了 就告他們 這個 打劫 拿了這一大堆的錢 遵之就1992年 年底的時候 法庭就判了這個張子強 罪名成立入獄18年 他就沒得翻身了 羅嚴芳因為證據不足 因為現場你見不到他嘛 可能我老公叫我入錢 我就入錢了 不代表他有犯法 所以 當庭釋放 這個張子強 怎麼走這個法律 保護了老婆 但是張子強的不服 就要 上訴 羅嚴芳用了很多的方法 幫他打穩最好的律師 跟他搞搞搞 最後竟然 因為 這個證人的 法官判了證人的證據不足 在上訴 成功了 當庭釋放 這個張子強威了 打贏了 警察 你經常都會 出入法庭 他當然知道要找好的律師 打得掉的 有錢就行了 所以夾得多一點 自己有更多的錢 請更好的律師 更能保護自己 贏了官司之後 這傢伙 還非常之 張揚 拿著自己的黃色 林保堅 當然是名車 幾百萬 當時也是 約了香港電台的記者 去控訴這些警察 例如說他對付自己 又是冤案 什麼什麼 幾個 然後 還要去投訴他 要賠錢 卻拿了800萬 賠款 終於 張子強威了 在兄弟面前 你看看我 打劫完啦 抓了我坐牢 我都走出來 不用坐18年 還要警察 賠回800萬給我 厲害了 這個人 成為了黑社會的明星 誇張 那麼 走出來 大概一年左右 他又犯案 但是這次 犯的案不一樣 因為為什麼 大家會覺得 打劫這些戒款車 賺到錢 其實不是啦 上次戒款車 只有1億多 有什麼方法更多的錢 在1996年5月23日 他又在 傍晚 截著一輛車 那輛車上 把男人拉下來 這個人是誰 他是李嘉誠 長實集團的 長子 李澤巨先生 那時候 他拿著 司機 拿著 豪華房車 送李澤巨 回到壽神山 的屋 他就用 AK47 指著司機 什麼都不敢動 AK47 打仗用的嘛 你還在玩什麼 他還在找一輛槍 掃了一輛車 兩槍 然後把李澤巨拖了出去 車外面 然後 告訴司機 你開車 回去 告訴 李嘉誠 他的兒子在我手上 這樣 這樣 綁架了 李澤巨 然後 成功了之後 很開心 還射射了李澤巨 在額頭上射射了一口 哇正呀發財了 然後 摸摸摸摸把李澤巨 摸到剩下底褲 就籌禁了 在粉嶺 一個廢棄 雞場的屋裏面 這個 發財的 工具呀 發財了 生金蛋 然後 怎樣跟這個李嘉誠 拿錢呢 哇這個張之強 真是夠誇張 掛著手榴彈 然後 走去 李嘉誠的大屋 按鈴 李先生 我要跟你說說 你兒子 給我綁架的 個案 夠勁吧 不是打電話 不是 直接就踩上你家 看看你有沒有報警 立刻知道啦 是不是 我就來 戴上手榴彈 跟你聊聊 真是夠誇張 李嘉誠 就沒辦法啦 當然要見他啦 兒子在他手上 張紫強 一口價 20億 就跟李嘉誠說 你想想劫囚車 大佬 又這又佬 一大堆人 真是很危險的 都是搞定了 只有一個億 他認為 不要啦 搞你李嘉誠 好了 李嘉誠一個兒子 20億 李嘉誠就直接跟他說 他說 現金來講呢 我就有10億 你要的話 我立刻在銀行拿給你 現在 就真是 沒有那麼多 現金可以給你 你又是別人說 一口價 李嘉誠港價 很厲害 一剪刀一半 厲害嗎 然後立刻給你 你要我立刻給你 厲害吧 這個口氣 當然是令到 張志強 覺得 張志強 好厲害 真是會說的 好 那麼 但是這樣 我也一場來到 你除了 給我10億 你待會去銀行拿 但是 讓我先拿些錢 我拿著手 李嘉誠就好了 立刻給你4千萬 但是 這個張志強說不行 為什麼不行 4千萬啊 大哥 我這樣也說不行 死死聲 不要聽啊 這樣吧 3千8百萬我拿你 我拿了3千8百萬 所以後來就拿了10億 總共就拿了 10.38億 10億3千8百萬 就這樣 拿著紙AK47 撿一撿 人放在 雞腸 就有10億 3千8百萬 你以為是不是發了 1038 好意頭啊 為什麼 場實裡面 那個系列有個長江基 股票的編號 都是1038 所以 這個大富豪 真的厲害 劫了10億 零3千8百萬之後 還進了 建力士大全 因為沒有人試過一次過 劫了一個人 拿到這麼多 錢啊 真的 不是怎麼叫賊王啊 老闆 那麼 李嘉誠在付錢 這個 賊王張子強的時候 就勸他 他說你都拿了這麼多錢 不如你 就投資下去 我公司的股票 這樣 就可以慢慢收息 過活 不要再搞那麼多 張子強 很佩服李嘉誠 他一拿到錢之後 不會食然的 立即 把綁架了一天的 李澤巨 就放回了 放在銅鑼灣宜東酒店的門外 一點都沒有受傷 多厲害 李嘉誠 跟張子強 談這個 贖金的時候 表現得非常鎮定 張子強 很奇怪 你兒子在我手上 隨時死的 你為什麼會這麼鎮靜呢 李嘉誠回答 因為我覺得這次我做錯了 我在香港的知名度那麼高 首富啊 但一點 防範都沒有 你這次 劫了我的兒子 但其實我每天都去打歌府 其實 在這個 走去做歌府 回來的過程 很多時候我都是自己開車 5點多的 你隨時就可以劫到我了 所以 你這次 警醒了我 我是一點防備都沒有 這是不對的 所以 我以後 仔細地 檢討 會感謝張子強 因為這次就說 用錢解決了 如果劫他的時候 有什麼意外 唱就沒有眼 死了 那就不合理了 所以他當作這次是什麼 是一個教訓 給他自己 一個教訓 你做好保安 你有錢你就要做這些事 不同人在不同的層次要做不同的事 對不對 有錢人 吃點東西都要高級一點 乾淨一點 要求少少 貴妥多 就是這樣 因為你有錢 差少少 就不行了 不會有髒髒的東西 什麼不想吃的東西 有機會有機會 有地溝油 都不肯 因為有錢條命經貴嘛 對不對 不論錢外了什麼 李嘉誠就學到了 張子強在這次的老劫 他總共分了4億3千8百萬 3千8萬 加了4億 其他就分了給兄弟 這個張子強 多厲害 多猛 有一次 他突然打給李嘉誠 李嘉誠又接他的電話 這些故事真是有趣 他說 李先生 我剛剛在澳門輸了2000萬 他是不是同一姐 想問一下李先生 我想向你討教一下 你教教我 我做什麼保險投資 是好一點 因為 這樣搞法 我的錢會沒有了 李嘉誠說 我教不了你 但是我可以教你 就要做好人 不要再搞這些東西下去了 你也有錢 你 不如遠奏高飛 如果你再這樣搞下去 很可悲 其實今次 張子強 即是 把李先生的錢 移了過去 給韓生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現在那裡劫了 一大堆錢 然後又要賭 當然中央有些東西 洗了什麼 什麼的東西 你又去 澳門賭了 賭了是不是 給韓生 對不對 不如叫 韓生 李先生 請你簽了一張車給我 你們這樣 劫匪 真是 中間很過癮 又要自己 經歷那麼多風險 其實原來 就是左手來右手去 真是搞笑 那麼 那麼 後來就因為經過這個劫案 那麼 李澤巨的 下一代他們都很小心 就是 又綁架嘛 所以包括 四叔 大家一堆的富豪 以後都請保鏢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警醒來的 喏 誰 沒有警醒呢 就是 新鴻基 新鴻基 這位 郭炳商 主席 因為他們是三兄弟 為首 在一年之後 又被張子強 這一班 劫匪 又 重蹈覆轍 再計劃 然後 再整一盒 他不是 重蹈覆轍 是故技重施 將 這個 綁架的方式 又放在郭炳商 1997年 9月 29日 砰 去打劫 老劫 郭炳商 就在深水灣 大宅門外 因為郭炳商是自己開車的 一刻就抓了他 你是大兒子 這樣就抓你了 張子強 就要逼他 要去 打電話回去 拿贖款 要求 20億 郭炳商 說不用了 大哥 很省價的 平時都 拿我20億 20萬也不想 激到 張子強 當然很生氣 李嘉誠 你真是很爽快 你這傢伙 不付錢 於是 將他困在一個 箱裏面 暴力對待 弄到他 很慘 然後又脫了他的衣服 在箱裏面 很擠迫 我們都要 屈住身 新鮮肉貴的嘛 你怎麼搞啊 每天就是吃叉燒飯 清水 玩你 不斷玩你 糟了 然後 同時間 向他太太 打電話 你老公在我手上 要求要20億 然後 談談 郭老太太說 就這樣啦 我們談 10億啦 這個李嘉誠 都是給10億 搞錯 20億 哪有那麼多 10億啦 要籌錢啦 但是暫時 只有6億而已 6億而已 終於 大家談妥了 10月3日 就給了6億 去做贖金 張子強這一次 獨得3億 但是張子強並不是收了錢之後立即放人 還玩一下你 翌日才放人 就不像 李澤巨那樣 我欣賞李嘉誠 他 爽快啦 但是你 這樣玩玩我 搞來搞去 你這個 郭炳商 又 不肯付錢 搞到我麻麻煩煩 打你一輪之後 最後 翌日才放他回家 搞到他 經過這個虐待 綁架 有這個精神創傷 終於搞到有抑鬱症 後面一大堆大家聽 這個新聞都知道了 郭炳商 從此 身體上 思維上 有問題 這是後話 除了這兩位 那麼誇張 辛雄基 詳實 的代表人物之外 1997年 這個 賊王又準備綁架誰 這次是何鴻生啊 賭王 誰知 聽說 拆劃的時候已經被警方 查到了 最後 搞不定 真是 何鴻生都動了 大件事 何鴻生身邊很多人 真是 這個 賊王 真是瘋了 1998年 去到1月的時候 張子強和同黨 在中國 買了 什麼方法 800斤的烈性炸藥 還有2000 支的雷管 準備 再吃一口大茶飯 什麼大茶飯 還沒說之前 就已經先把這些東西放在新界北區的馬草籠的 他自己 搞了一間石屋 要製造一件 厲害的東西 專家就說 這個800斤的烈性炸藥 炸平可以 十幾層樓的大廈 多誇張啊 整座十幾層的樓 炸掉了 要做大案 要公烈一點 那個時候 這個香港政府就搞了 說不定 這些人是瘋的 真是 他終於 一來就跟他們的線 發現了這些債藥 要這樣搞 不完全對付他 要對付他 誰知道當時這個 張子強就收到風聲 我在香港犯案了 我就回到國內 但是 其實 已經通報了國內 不是那麼容易搞了 我曾經跟國內某些公安系統 有過一些合作關係 他們有跟我說過一些 張子強的 拘捕他的一個過程 其實已經發現了 他先是發現了 在深圳 他有一間屋 要去圍捕他 但是張子強原來 在外面 已經有一些鏡頭看到 他看到有警察 他就拘捕了 然後 警察就去查公安的車牌 看到有輛車 在那個階段的時候 離開了 屋 那個就是張子強 他有一個方法 離開一間屋 不知道用什麼暗渡 什麼東西 他安排了 走掉了 因為 看回那些屋苑的閉路電視 看到當時有輛車 離開了 大家跟著車牌 就發現了 張子強去了哪個位置 最後就拘捕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挺有趣的 過程 我當時 接觸國內的一個 比較出色的編劇 他們都跟警察 談好公安的 就說 想做這個故事的電影 但是到現在 我都聽不到 只是可能 在國內 都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事件 因為這個牽涉了 中港 當時 大家互相去 一些執法的問題 究竟在法律上 能不能夠OK 所以 有很多人都很質疑 所以可能這個案子 就不可以放上銀網 這個也是我接觸 這個人物 他有關 他的故事 他的過程 一些資料 比較特別 那麼 張子強最後就被 被拘捕了 在那裏審訊 拖了很長時間 他太太用了很多錢 但是 在國內 那時候 這麼大的個案子 你用什麼錢都沒可能救回他 最後 12月5日 就是 被槍決了 當然裏面有很多個 罪名 那麼 不是國內 你都沒得搞 當時很多人就說 香港居民來的 他在香港犯法 在香港搞這搞的 你為什麼會在國內 拉他 當然國內就說 他整個策劃公安 在國內 是不是 你跟人家怎樣談 他在國內 你不是國內 搞到你變國內 你明白那個方法 於是 就在國內 拘捕了 就判了 因為你的策劃 你策劃在國內 所以國內就可以審訊你了 記住 好了 但是講到這裏 繼續講這個故事的後決 就是 1998年8月26日 警察突然間 去到這個 張子強的太太 之前講過 那個在這個護衛公司 做過運輸的 曾經被告 結果 掉了 的羅艷芳女士 他的住所 因為為什麼 為了張子強 很多錢 羅艷芳女士 你 他名下有很多物業的 有很多現金的 警察就出現 去法庭申請了這個 限制資產令 凍結了錢貸物業 守住了一些 屋企之類的 帶走了由文華 由張子強的媽媽 要找方法 凍結他 然後把他的錢貸貸 因為香港有這個 個案是可以的 這個 犯罪所得 最後 羅艷芳 試過 請一些很厲害的律師 跟他打 打打打打打 最後 laten 判了警方要 支付 懲罰性的 唐廢給羅艷芳 又賺多一次錢 厲害吧 在泰國 羅艷芳繼續跟他的家人 繼續生活 這個就是張子強的故事 亦都是香港一個非常經典的人物的黑社會犯罪人的案例 所以很多人都把這個人物的故事放在銀幕 大家都看過 張子強代表了 另外一批的人 他怎樣去看 在香港 經濟繁榮的時候有很多錢 不是說你就這樣賺錢 就很安全 有一批 做黑道的人 大哥 我夾你行不行?我搶你行不行? 曾經一段時間 就有一些 國內的 劫匪來香港打劫都有一段時間 但是如果是出身至香港 所以是比較特別的 張子強 是賊王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故事 你是不是有 不同的 內幕 你又認識 這個張子強 甚至乎 你認識這個 羅艷芳 你可以留下你的消息 讓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你喜歡這個賊王的故事 希望你 會Subscribe 點贊 還要點個鐘仔 對呀 多謝生愛 拜拜 拜拜